列室栏名,下一步 那接下来的话,就稍微看一下,基本上 其实基本上他找到的那个 这边 这个是日期,所以一定要用日期 那另外,基本上如果是数字的话,用双精神数也OK 或者是你要把它改成那个长神数也OK 那我们用预设的好了,用那个双精神,因为双精神数 跟长神数最大的差别就是 双精神数有小数点 那长神数没有小数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有小数点的 栏位名称,把它改成长神数或整数的话 他会把那个小数点给去掉,就没有小数点 那 双精神数的话,就说,如果 里面有小数点,他就显示小,那如果里面没有小数点,他就不显示小,就是这样而已 OK,那这边的话,我想预设的,那这个一定要文字 那这个是有百分比 OK,下一步 这个地方资料不多,所以用不要索索引,按下一步 问题9 就是在 问题9的资料库里面有个问题9的资料表 OK,按完成 资料库,资料表 里面有哪些栏位 OK,按一个 关闭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问题9 打开来,点两下就打开来 如果要修改他的 这个栏位名称 或者 刚刚的 内容的话 这个 按右键有个叫 设计检 设计检 就可以再切回来 如果说你资料类型 或者什么有 需要改变的话 或者要 增加其他新栏位 你就按右键 这边有个叫设计检 谢谢